现在正值毕业的季节 而暑假也有长达两个月的时间 家长应该如何替小朋友来安排生活 依然家福中心就建议应该要多多安排户外活动 不过因为家长照顾小朋友的时间拉长 彼此的关系也容易紧绷以及起冲突 所以别忘了要适度管教多多关怀 以免破坏之间的感情 暑假快到了 小孩三餐要吃什么 功课要如何安排 空闲时间别用电视电脑来填满 这些细节家长都要有所规划 家福中心提醒家长 现在就可以和小孩讨论 除了写作业和生活作息要规律之外 可以尽量从事户外活动 那可是在放轻松的过程当中 我期待我们其实是有规律的 就是说孩子他平常可能很规律作息 可能很早起床早早上床睡觉 可是因为是假期 所以期待可以让孩子有点弹性 他可能可以晚一点起床晚一点睡觉 可是是要有规律的 而不是作息很不正常这样子 对那接下来我想大概就是 我们要跟孩子先有一些讨论 就是说距离放暑假 其实还有两个礼拜的时间 那我想说我们如果事先的讨论 跟孩子沟通说 你期待妈妈为你安排什么 或者你对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 让彼此有一些沟通 那我们才开始 暑假的开始就会比较顺畅一点点 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有几个是你要多尝试 就是说暑假有一些营队 其实房间的营队还蛮多的 那或者一些展览也都蛮多的 那希望孩子不要永远就只是看电视跟打电脑 那我觉得就是到去体验一下不同的活动 那可能会有不同的收获 那这样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安全是重要的 暑假期间家长和小朋友相处时间增加 容易在管教上产生摩擦 家福提醒家长在情绪当下要保持冷静 别采取打骂方式管教 事后多沟通 以免破坏亲子关系 我们在有冲突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希望大家就是深呼吸 先冷静一下 不要把那个情绪在当下就把它扩散出来 你可能可以跟孩子稍微的分离一下 不需要在那个当下去处理 让你也冷静孩子也冷静 那一段时间过后 我们再谈谈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其实情绪过了 其实那个张力就不会这么的延走 那才可以真正去想讨论到 到底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否则只是一个情绪上面的争执而已 孩子期待放暑假 也考验着家长管教孩子的智慧 多关怀 多沟通 让亲子双方都能开心放假 一栏新闻记者黄竹汉 从不到 好 好 来 好 好 感谢观看